我們為什麼要一再地談法治人權、稅務人權等等 本來現在的民主社會不談人權在談什麼 現在不管在談要不要什麼修憲等等 也是人民共同的契約 那人民共同契約要幹什麼 契約就是要求人民的利益 在早年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早年我們剛踏入司法界的時候 有一個動員刊斷時期的法律叫做 《划經划緩提高標準條例》 那時候因為司法官的薪水比較低 也會難免說辦這些大案子 大的財產案件會貪污怎麼樣 所以希望能夠有一些財源來支柱 來支柱 所以就有這麼一個多的錢 要來做司法人員的獎金 後來有人提醒 那古人一句話 君子是以利為義 君子跟小人的區別 在小人把利益當作是正當的 我該得的 而君子是把正義的這個義 說這是我人民的利益 所以怎麼可以拿這些提高的獎金來分配 我在開始當檢察官的時候 然後棄毒開始 就是抓毒品 所持毒品 有獎金可以分的 分給誰 檢察官分不到 調查局 警政單位 這是確實的 檢察官不能分 從事司法工作人員 不能分這些錢 那現在怎麼會有 這個行政執行署也好 或是社會人員也好 他去分這個查記案件的獎金 所以講到這個我們就很沉痛的講 沉痛的講 在現在講人權 講被告的權利等等 其實都是空的 實際做比較重要 實際做比較重要 匯除這些立志所在的 像我們也曉得 總有一些插局 交通違規的 現在檢舉達人 都是這樣子製造社會混亂 製造社會混亂 為什麼不讓老百姓覺得說 很多公益該做 為什麼要去搞那些 其實是不正利益 我們講應該是叫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是一個法律名詞 在貪污制裁條例 那個刑法的獨自罪章裡面 有這個一個名稱 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本來就是處法的 現在公務員工人在哪 還有法律規定當大的背景 這是不對的